我是方波 我是玉琳哥的编剧 就是他写的 确实玉琳哥 玉琳哥是咱们喜剧界的前辈 这喜剧风格我们也很独特 很熟悉 就是靠吼 我们也看过很多节目 现在看到他本人坐在这里 我都觉得耳鸣 我觉得他一直这样戳我的耳膜 不过你们看他 虽然一副为老不尊的样子 什么为老不尊 但是其实你了解他本人 你就会发现他在工作上 其实更加不正经 就他之前策划过很多那种 整股明星的节目 你们看过吗 给嘉宾吃虫子 半夜打恐怖电话 这种东西 都是他发扬光大的 所以玉琳哥你今天来 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全场有一张椅子 是带弹射功能的 就是一按开关 突如就起飞那种 你猜是谁的椅子 别找别找 不是现在谈 等一会儿 等你放松警惕的时候 咱们聊一聊欧阳娜娜 感谢一下欧阳娜娜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闹钟铃声 就是她那个 妈已经走十年了 你清醒一点 我现在每天真的好清醒啊 娜娜的表演真的特别提神 娜娜虽然戏拍得比较一般 但是其实人家人缘特别好 每次都能跟男主角 炒一段CP 不过这个事我也理解 剧组嘛 是有分工的 别的演员是负责演戏 娜娜呢 就是为了宣传戏 我都可以想象 每次戏一杀青 导演就跟娜娜说 娜娜 娜娜 开工了 接下来就靠你了 赶紧去微博上 演起来吧 赶紧去微博上 控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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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静 欧阳静我就不吐槽了 我也不是怕他听不懂 因为 玉林哥椅子的遥控器呢 就在他手里 一会儿看玉林哥放松警惕了 就可以让他起飞了 我们说说方文山 我听说方文山老师呢 一直最近几年 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广古风 文山老师 不是说长得像兵马俑 就有义务推广古风的 方文山还当过导演 拍过电影 你们看过他的电影吗 大家都说方文山的歌词 写得有画面感 哪知道他自己当真了 我写词都这么有画面感 那我要是拍画面 那得多带感 结果看完电影 大家都说 哇这个电影不咋地 但字幕是真好看 张雨晴的微博 叫努力努力再努力 X 对吧 不知道为什么有个X 搞得跟个身份证号似的 不过 不过 据我观察 这些流量明星 每个人确实都有一些神奇的经历 什么高烧60度 什么 你就感觉 不突破一点人体极限 都不好意思管自己叫流量明星 张雨晴也是 采访里也说过 我为了准备新专辑 我连续十天没有睡觉 查了一下 吉尼斯世界纪录 十一天 雨晴睡早了 下次看看欧亚娜娜的视频 提提神吧 能清醒一点 张雨晴平时还很爱学习 经常去听一些这种 经济学的音频课程 有时候还在下边提问 人家经济学家也不理他 他就在下边留言 我是张艺兴 你理一理我好不好 我有几个问题没有看明白 不到一个小时 好几千条回复 都是张艺兴的粉丝 在这骂他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冒充我们张艺兴 经济学家都看傻了 粉丝经济太可怕了 张艺兴之前拍戏 刚刚VCR也放了 有人说是抠图 我看了看那个戏 确实抠得有点草率 还没有皮影戏自然 好几场戏 我感觉就站在背景板前面表演 然后贴一个地图 就是天气预报 反正后来也说了 是剧组的安排 时间很多不合理 张艺兴 人家也是身不由己 被绑架的 艺兴 要是真的被绑架的 你就眨眨眼 不要眼睁睁地 看着被抠图了 准备这期吐槽大会 我看了挺多网上的评论 我发现大家对张艺兴 其实真的挺宽容的 但是我觉得 确实是因为努力的人 本身就是值得尊敬 我觉得以后的路还很长 也希望艺兴真的不要太拼 注意身体 多睡觉 少吃草 一直努力下去 谢谢大家 我是汪波 哈哈哈哈